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主是常客 每个小摊上都有一行字 给鱼 给肝 拉人一把 感谢 感谢 感谢你哦 现在台湾这个社会 大概有25%的离婚率了 有小孩子的时候 变成单亲们妈妈 知识好的 有能力的可以就业了 那些知识比较低的 机能比较低的 就先到一个经济的困难了 那我们就想办法要救它了 我们就用买早点的方式 买葱油饼的方式 烤地瓜的方式 我们很简单的训练 很简单的投资 很简单的经费 训练三天 就可以三四就会捐签的 乡下买来的红薯沾满泥 不容易洗干净 曹庆就动脑筋设计了一部红薯清洗机 看起来很简陋 但运起来效率挺高 是我想的 做不是我做 做我们也会奉献制作 一个地瓜摊子 养活三口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目前大概有三四个单亲妈妈 只在台湾全省过地了 冬天的地瓜销售都很好了 它有一套生产工具了 开市的时候 材料统计到三天了 完全免费 它可以捐到七八千块钱台币了 下面的原料都要这个钱来买了 大概三天过后就不免费了 不再补贴它了 曹庆还帮他们想出一句朗朗上口的广告词 木炭烤地瓜 拉拔丹琴嘛 棋子树在烤炉旁 远远的就能看到 呼唤路人的爱心 给寒风中的都市街头添加了一点点温暖 我们国人都有一句话 给鱼 不鱼给肝 这个话就带到一半了 那些主人给它肝 那些小孩子给它肝 他就没有办法去掉鱼了 有的人是给肝 有的人要全部给鱼 有的人鱼给肝 要同时来给了 有三种状况 给鱼给肝 拉人一把 辅助弱势群体 是人类文明程度的标志之一 无论我们住在哪里 身边一定有需要帮助的人 也许我们今天就可以问问自己 鱼给谁 肝给谁 给谁鱼和肝哪怕一点点 每天一点点 世界大改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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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